在重庆江北区 众多车辆在排队等信号 这时 两名交警朝着一辆越野车静止走去 驾驶员见状摇下车窗 交警要求其下车接受检查 因为我们事先已经摸出来这个驾驶员江某 他是有吸毒史的 而且他的驾照已经被强制主销了 他这个车最近有出行轨迹 那么我们就高度怀疑这个江某他有可能涉嫌独驾 并且无证驾驶 交警谎称让男子接受违章处罚 男子下车后觉得情况不对 几次都有逃跑的动向 这时 周围的交警围了上来 将男子成功控制 警方随即对男子的车辆进行了检查 交警对车辆进行了详细检查 并未发现毒品 不过男子的尿检结果显示为阳性 由于男子涉嫌独驾和无证驾驶 他将面临罚款拘留和强制戒毒的处罚 来看看